這個茅草屋變成公寓,實際上是不是,茅草屋我們希望它變成一個養分了紀念的大廈 也就是說,這個當然是審議案件法,以後對於大灣審議案件,當然我們知道以後就變法庭化了 就是把國家建立整個頂章制度,因為大灣審議案件裡面有聲稱到彈劾總統與副總統 以及政黨解散,這個何其重大事情 彈劾總統,當然一完二分之一提案以後,不基於三分之一統統一以後 就要進入憲法好庭了,所以這個很重大,現在整個國家穩定性的問題 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統一解釋的部分,聲明到人權的問題,人民權益的問題 這部分也是非常重大 所以呢,第一個,當然法庭化我們都很認同 裡面包括,包括不受理 包括這個 以後降低門檻的問題 就是說,立法委員要申請事件的時候 勾勢我們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永遠沒有辦法實現 那這次也改為四分之一,事件門檻降低了,這個都很好 好,那法,包括 新冠法律施效的效率,除適用當事人可扣及其他審判中的案件 這個都肯定 甚至用審判中的案件,也可以申請事件 我想這個是朝整個制度化、人權化、整個國家典當制度 憲政秩序維持上面,一直在方向處理 我們都可以接受 但是呢 我們希望就是說 這裡面有幾個部分,核心事項 就 本席首席的版本裡面 我發現 很不幸的 這完全全部 很對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核心事項 事實上在這個地方 第一個 我們希望能不能 既然能拿入德國的體制一樣 那主要是我們參考德國體制 所以我們應該在德國體制裡面有一個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憲法宿驗制度 這憲法宿驗制度 是高度保障人權 尤其我們 這個憲法宿驗制度 將來也就是說 這個整個大法庭裡面 以未來要噴到的問題 那法庭沒有辦法處理的事情 將來在這個整個 憲法法庭上面 一定有最終的救濟制度 這個救濟制度的存在 是要高度保障人權的 我希望說 當然所以 因為你現在只有 未涉及法院 未涉及法院的部分 但我們希望就是說 這樣的制度 應該要把這個引進德國的 就是說 最終審判機關 已經法庭化了嘛 所以呢 要把憲法宿驗制度放進去 那當然現在僅限於 裁判是首席的自我抵觸憲法 這是不對的 因為現在有些 諸同案件 一直跟來跟去 他們有噴到 就是說 對當事人有利不利的部分 要有能夠有最終極的 終極的裁判 所以我們希望說 這個憲法宿驗制度一定要納入 那 這樣的話 但是呢 這部分 我想 我希望從事法院 你要好好思考一下 人民是 視線 身體視線 得到憲法的潛力 我們希望是完整的 不希望是破碎的 第二個呢 有關於 第五十條大法官視線 以及統一解釋 法院的時候 這個門檻太高 這個門檻太高 要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雖然你現在有 有選民制 就大家要負責 要選民制 但是這門檻太高了 只要重大 像 視線的部分 三分之二 一般的大法官解釋法令的部分 人口這樣高的話 難怪大法院視線 視出來的時候 常常有不同意義書的時候 沒有辦法達到三分之二 大法院視線 視的量非常少 視的量非常少的時候 相對人民的潛意 以及現法保障上的潛意 是受到要收的 所以呢 這應該把門檻要降低 不同層次的問題 門檻要有不同門檻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 有關大法院審理案件的時候 是不可延遲辯論 當然 當然 我們主張是要延遲辯論 這幾項我認為 現在是延遲辯論 有需要的時候才要 什麼時候需要的時候 大家會爭辯的 假如說 這是已經踐踏了民眾案例外 很多延遲辯論的潛意 所以我認為 以上所談的 門檻 延遲辯門檻的問題 以及憲法術院制度的問題 我們這次審議的時候 這是核心事項 所以核心事項 大家沒有互相討論 以及互相理性的討論的話 那毫不妥協態度 事實上 我可以在這裡告訴各位 假如什麼事情都毫不妥協 只要有四萬元版本可以通過 六萬元 所有委員提案都不接受的話 要注定這個法案 要通過的機會是渺茫的 以上 我希望 今天 這個法條很多 今天 會很 這是非常專業 會來審的人 也很少 我希望說 那到底要怎麼審 是不是 你這樣 全部都沒有結論 然後送朝夕想 這個是不對的 不要再搞這一套的 我們希望說 能夠好好來審 彼此有 說服彼此的空間存在 讓這個高度專業法 的法律 能夠在立法院裡面 有一個 有一個討論空間 以上本期的 看法 請各位委員同仁能夠一以支持 接下來請旅學章委員做提案說明 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列席的司法院林秘書長 及各位列席的官員 憲法 為人民全力的一個保證書 大法官對法律的解釋 具有拘束全國各機關的效力 是人民全力最後的防線 也是一個救濟管道 更是解決憲政上 其義紛爭的重要指標 表面上大法官對於民生沒有關係 但實際上卻跟百姓生活息息相關 尤其牽涉到個人的權利 義務上的各項爭議 在法律上有歧見 在救濟管道上有自愛難行之時 最後都要回歸到憲法上的精神跟保障 然而現行的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是民國82年 因應第二次修憲而修正公布施行 去今之前是為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 那九十四年六月十日 憲法徵修條文